第四次核酸检测紧张的开始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飞 今天是8月15号 也就是疫情出现的第16天 我们社区第四次核酸检测 现在紧张的开始了 最近很多网友留言 问到底做多少次核酸检测 才能真正的做完 官方报道 六院护士做了八次核酸检测 第八次才检测出阳性 所以说目前的话 暂时没有规定 到底要做多少次 郑州重灾区的话 现在已经做了六次核酸检测 而且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 都采用的是双侧的核酸检测 也就是说鼻孔喉咙都要检测 低风险地区呢 目前还是采用的是单侧 也就是说只侧喉咙 而且第四次核酸检测极为重要 这次的检测决定了我们解封的日期 会提前还是会延长 而且还有一点 不参加此次检测的健康码会变为红色 自己去医院的也不可以 所以阿飞希望大家积极地配合核酸检测 也争取早日我们得到解封 现在是上午的十一点钟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太阳特别大 工作人员为我们的医护人员准备了两顶帐篷 也算是给他们折挡一下阳光 真的是太热了 他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真的要为我们伟大的医护人员点赞 而且官方宣布月底之前争取把新冠疫情消灭在河南 消灭在郑州 真的为我们河南的防控升级点赞加油 还有就是第四次核酸检测采用的是五人混检的方式 郑州第四次全员核酸检测现场 来得找排队的人不多 这是龙海路紫津山路镇 很快做完了 今天的核酸做的比前几次辛苦 比我在云南做的倒的还用力 在嘴里倒了20秒 之前做的在嘴里两秒钟完事 喉咙都没感觉 这次非常有感觉 第四次核酸检测现在已经做完 阿飞相信这次核酸检测完毕以后 会根本有效的控制疫情 我相信消灭疫情指日可待 今天阿飞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有喜欢阿飞的请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